目前用到現在有一個缺點 這台就是14 Pro Max的黑色版本 現在你們看到的錄影的機器是14 Pro Max 上一支就是13 Pro Max 所以兩代用起來我都有心得 比較酷炫 然後它的動畫真的會讓你覺得說 唉呦 是有比較創新的 沒有覺得這台更快 它的在錄影的時候在切換鏡頭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迅速過去的那種感覺 這系列呢 慢慢拉過去 慢慢拉過去 比較自然一點 那雖然說它是4800萬 但是因為這次蘋果他們有宣稱 他們採用最新的三像素合一 1200萬畫素 你啟用到4800萬畫素呢 你就是要啟動這個Poro模式 左邊這個是一般模式下的拍攝 可以看到蘋果在後台系統 也是有去做一些優化處理 如果把照片去拉大 就可以發現 用這個Poro模式下的4800萬畫素 就真的是萬萬就先屌打左邊 1200萬畫素的畫質 台灣時間9月8號 蘋果發表了最新一代的iPhone14系列 其中最受瞩目的一定就是iPhone14的Pro系列啦 那因為它這次Pro系列呢 有新增這個動態導 那我也在9月16號開賣當天就拿到了最新的iPhone14 Pro Max 那我就給各位帶來我使用兩週後的心得吧 手裡的這一台就是 14Pro Max的黑色版本 那我旁邊這台呢是 借來的是13Pro 那因為Pro跟Pro Max是差不多的啦 那我就暫時借這台來比較 那我就暫時借這台來比較 但是我待會說的呢 都會是以13Pro Max的體驗 因為我現在你們看到的錄影的機器是14Pro Max 那因為我上一支就是13Pro Max 所以等於說兩代用起來我都有心得 那我這個只是借來那個好不好 就把這個當作是Pro Max版本 那先說到這個手機的部分 操作使用上真的差不多 除了這一次它有多這個動態導之外 可能比較酷炫 然後它的動畫真的會讓你覺得說 是有比較創新的 之外呢 其實效能使用上面兩台差不多 而且我沒有覺得這台更快 就是兩台速其實差不多的 那唯一我目前感受到最大明顯的改進 是在於說它的相機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我本身有在錄影嘛 我都用手機拍片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像13Pro系列啊 它的在錄影的時候在切換鏡頭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就是迅速過去的那種感覺 它會迅速這樣過去 那14系列呢 它在錄影的時候 它是慢慢拉過去 慢慢拉過去 就是它的整個動畫呢 其實會顯得比較自然一點 它會用這種漸進式的方式這樣過去 那因為其實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影片 我需要 我今天看到一個景 我需要放大 我是馬上一按 它就跳過去 其實 這個會讓我們覺得比較不自然 而且會以為是卡頓 那14Pro系列它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就會讓我覺得說 唉唷 整個相機都是很流暢的在運行 好這個是 我目前用到為止 因為我都是拿手機來拍影片 來錄影嘛 所以對我來說 這是最有感的 算是升級 這樣 那你如果說拍照 夜拍的部分 其實兩隻差不多 而且如果你們有去看 各大的科技YouTuber 他們在測試 你會發現這兩隻的夜拍 其實真的差不多 頂多就只是 可能這次的細節會再更好 你放大的時候 細節會再更清楚而已 好說到相機呢 這次要先跟各位特別講一下 這次iPhone14Pro系列的 4800萬畫素的相機 那雖然說它是4800萬 但是因為 這次蘋果他們有宣稱 他們採用最新的三像素合一 所以實際上呢 是拍照起來的畫質 一樣是1200萬畫素的 那如果說 你要真正能啟用到4800萬畫素呢 你就是要 啟動這個Poro模式 那啟動這個Poro模式 就可以真正的無損的開啟這個 4800萬畫素的拍攝 所以直接給你們看第一張圖 這個就是我在101的 89關起台拍攝的 那這個也是一般的模式下拍攝的 那接下來這張圖呢 就是開啟這個Poro模式下的拍攝 可以看到其實兩張的 照片感覺 相差的是有點不一樣的 把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啊 最左邊這個是一般模式下的拍攝 可以看到蘋果在後台系統 也是有去做一些優化處理 讓整個感覺看起來是變得比較明亮 我們現在如果把照片去拉大 就可以發現 又有變這個Poro模式下的 4800萬畫素 就真的是 完完全全屌打左邊 1200萬畫素的畫質喔 再來講到電影集模式 上面是13Pro的電影集 下面是14Pro的電影集 兩者的差距呢也非常的接近 真的要說呢 就是14Pro的電影集模式的細節 也有比Stample再清楚一點 錄影模式下 14有比13的晃動感再穩定一些 當然這一支呢 我目前用到現在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比較容易燙 就是13系列跟14系列啊 這兩個相比 我在滑FB或IG的時候 其實這個都不會燙 但這支會 所以手機比較燙的話 其實就蠻影響 它的電池的壽命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 我目前用下來 我覺得比較 擔憂的部分 那這邊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我連續三年 我的iPhone 都是 使用最新的 那我在前年使用 iPhone 12 Pro Max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明顯感受到 這台手機比較容易過熱 那 因為我的正常使用習慣呢 其實我不算一個 重度的使用者 在白天工作的時候 不會用手機 通常下完班之後 才會 看看影片 大大遊戲 這樣 所以我不算是一個 非常非常的重度使用者 而我的12 Pro Max 在用了一年之後 我的電池耗神度 來到了15% 而iPhone 13隔年 我發現 iPhone 13真的 比較不容易燙 所以在iPhone 13 Pro Max 用了一年之後呢 它的電池容量 掉到只有 95% 所以這也是 我比較擔心 這支14 Pro Max 有可能會因為過熱 而導致電池耗損的比較快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他的日常生活使用 速度 那一些的 我覺得真的都一模一樣 沒有比較快 所以說如果你是 有預算的 你的經費是有預算的人呢 我真的會推薦你 要買 不如就買 13 Pro Max 系列就好 因為它真的很夠用 而且它這一代的電池續航 我自己用下來 我也真的很滿意 那14系列它的續航呢 只能說跟這代持品吧 也沒有比較進步 就只是 持品而已 對 那就這樣子 推薦給你們 最後我們來說說 到底要換iPhone 14 Pro 還是買iPhone 13 Pro呢 我可以先說 iPhone 14 Pro的這個動態導 真的很厲害 除了你聽音樂 在開啟其他APP的時候 它都會做一個分段式的結合之外 當我們今天在調整音量的時候 它也會利用動態導的圖示 去告訴你音量調整的這個大小 包含了我們在傳輸照片的時候 它也會顯示這個通知 以及更厲害的臉部辨識 它也完美去整合到這個上面 最重要的細節是 當你今天在跟朋友講電話的時候 可以看到 綠色的是對方的聲音 橘色的是自己的聲音 可以告訴你 對方即你自己聲音的大小 這代表蘋果真的是 一個非常厲害的公司 這個細節真的做得很到位 雖然現在呢 其實我還沒有辦法讓 劉海整個不見 但是蘋果透過 強大的軟體技術 能讓你感受不到 你的螢幕上面 有黑色的這一塊東西在上面 最後來講講 到底要不要換14 Pro呢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的前代手機 只是用iPhone 12系列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 13 Pro其實就很夠用了 那 如果你是用iPhone 11之前的機種 那我就會推薦你 那14 Pro真的是 你的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當然啦 如果說我就是想要體驗這個 最新蘋果的科技 想要登島看看 那當然你就直接選iPhone 14吧 只是我前面會說到 為什麼12的用戶我會推薦13呢 因為13 Pro系列真的跟14 就像我前面說到的 他們的差距沒有來到那麼大 那畢竟現在13 Pro的價格 跟現在14 Pro的價格 一定是有落差的嘛 那就是看你們 覺得值不值得花這筆錢 來升級到現在最新的iPhone 14 如果你覺得非常的划算 那當然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升級啦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因為我本身其實 對於3C科技其實真的非常的有興趣 也非常的著迷 所以往後頻道可能 有時候也會帶來一點 這樣子的東西吧 所以 還是很感謝你把影片看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別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我的影片 那副靈出走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